- 郭台长,您好,感恩,郭台长。 我想问我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从小看着我长大, 大约在29年前,那个叔叔一边上医院去给奶奶送饭, 结果一个意外的车祸,叔叔走了,不到医院的奶奶也走了。 所以我这儿阿姨现在70多岁,一个是严重的抑郁症。 然后就是腰椎特别不好 稍微一动啊弄啊就容易弹出 然后他现在腿呢 也是已经换到这种人工的关节了 他现在应该也在修杂西门板门 我就想到师父呢 看看能不能给他调一调他的功课 他现在只做的是基础功课 但是因为正好四月份就是说清明期间 他可能去扫墓 扫墓回来以后状态非常非常不好 实际上因为清明扫墓 讲老实话清明这些扫墓也是 真的是冒风险的 因为有些人身上本身孽障就很大 他如果去到了这种地方 因为你们看不见的 那个台长 我在澳大利亚有 经常有时候开车开过一个坟场 人家是看不见的 我就肯定很多人在那里跳 所以你不知道的人 一去上坟边上都有很多灵性 所以你一不当心 你就得碰手了 另外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抑郁症肯定是有灵性上升 他最苦恼的就是说三个孩子 其实他真的还是有苦 这三个孩子带大了 但是现在三个孩子呢 跟他的关系 讲都不要讲了 你也逃再回了 你懂吗 所以我来之前呢 就是想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感应告诉你 就是他的老公在他身上 他会经常把无名火不开心 在家里有时候自言自语的 对 讲话给他靠住点 要多少张小帮 像这种要多了 因为已经在身上附体了 要很多 一般要78张 那就是杨叔叔78张 奶奶也78张 你说什么 因为他现在咱们说 他身上就是杨叔叔 塞在他身上的78张 因为还有一个奶奶 就是说杨叔去给医院 给奶奶送饭 结果杨叔叔意外车祸走了 奶奶不到 我这个人最搞不清楚的就是 所以我不要看《红罗梦》 他里边的关系太复杂了 搞得搞不清楚 你就别说杨叔叔 就是我这苏阿姨的婆婆 婆婆 也是搞不清楚 和她们的亲爱 就是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 老妈妈 老妈妈的老公 老公 老公方便说的老公 然后还有她的婆婆 你先给她老公念 现在台长看到的是她 老公在她身上 老公78张 好吧 她的功课怎么做呢 功课你叫她多念点薪金吧 多念点薪金 好吧 薪金大杯豆都要求的 您能看看她的佛台吗 她家里的佛台 佛台低了一点 低了一点 让它稍微垫高一点 垫高一点 主要不是桌子底 是菩萨像太低了 要把菩萨像下面拿 拿一块木头什么蓬布包好 把佛像垫高 因为一般的就是说 你的眼睛一定要 一定要不能高过菩萨的眼睛 就是你要站在正好 菩萨一定的头要比你高 绝对不能低于你的 你这么看着 这就不好 好的我刚才说 好吧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我想看看 问台上 就是说我修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我因为我也问过一些同修 就没有任何梦 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 我就不知道这样 我修下去 我功课要不要做一些调整 我告诉你啊 如果做梦做不到 并不代表 第一并不代表 你没有灵性 没有念照 明白吧 明白吧 但是呢 做梦做不到 从总体意义来想来讲 还是可以 因为为什么 还没有灵性 直接来问你要 谢谢 明白吧 你再做梦 不会做梦的人 只要灵性 要问你要 来找你 照样会叫你做梦做到 你不相信 你不做梦 你今天给台长 念三杯大杯座 你看看 你能不能做到台长 台长法生 照样向你生 谢谢 我相信 我慢慢讲给你们听 美活哎 他要往生让他生 因为 因为你眼睛 效果非常非常好 这点我非常非常相信 你放心 你好好修 好吧 谢谢你 你如果想做梦的话 嗯 我成全你 哈哈哈哈 谢谢感受 嗯 好啊